我是花子妈妈 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一道辣炒面糕 我现在切这个是鱼饼 洋葱 大豆菜我们准备一点就好了 也是可以切成大块 这一条辣椒是比较辣的 切成大段 接下来我们把蒜切成碎点 首先这个是细辣椒沫 我们倒入两勺 酱油我们倒一勺 这个辣椒酱呢 我们用两勺 这样呢 我们就搅拌均匀 糖呢 我们也是用两勺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年糕呢 倒到锅里边 然后呢 我们加400毫升的水 通通都倒在里边 这个小辣椒呢 现在锅开了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料汁倒到里边 我们再加两勺了 我们再加两勺了 这样是能提高它的这个鲜艳度 而且还有光泽 好的 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 我们把它装到盘中 我们就制作完成了 下面呢 我们尝一尝 这道的韩国炒年糕 王安